好 小芬 我想離台灣 這樣的這個歷史上 很少有這樣這麼優秀的電影人才 金馬獎的影后 亞太影展的影后 而且是兩屆 那現在得到大阪電影節的影后 那小芬剛才有說 她是高婚出身的 爸爸是擲工 對 很補充的一個鑽腳 為什麼有那麼多出道 變成影后 我真的老天哪是要這樣 給我安排 我跟完全不一樣的成長環境 所以我在影視圈裡面 我只認可我很愛演 很會演 剛開始也不是很愛啦 就是喜歡好好玩 那到後來我發現 我在這個這個領域裡面 我有我的天分 與生俱來的 然後可是對這個環境 我實在是到現在還是格格不入 我就像一滴油 一滴水滴到那個 一滴油滴到那個海裡面這樣滾來滾去 始終還是 還是我自己 我沒辦法 我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會得罪很多人 因為我不善於延遲 我不善於交氣 我不會應酬 我不是故意不要 但我不會 我不想要成本到 因為我們家的環境 就那麼幾個人 你叫我在這個環境裡面 這個穿 還有這個 我是真的是做不來 不是故意的 了解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廖師怎麼說 因為我們大概民國七十三年七十四年 那個新聞局就帶了一群電影人 都得獎的 到日本參加台灣第一屆電影展 因為日本的電影那時候斷了 希望他們希望用這個善意 然後在日本片 再進到台灣來 陸曉雯就是裡面最紅的 那時候他已經紅到花紙了 可是呢 你也太誇獎了啦 可是那時候我就發現 大概差不多到日本以後 第一天就發現 他很孤獨 就一個人 就一個人默默地走路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一個影后怎麼 我起先是以為他怎麼樣 那後來我就無意中 就聽到一個名導演 就用很比較不友善的口氣這樣講 他拍了那麼多的電影 現在將他錄 就不能再錄了 這到底是 你一直就在裝 就紅了就裝架子什麼的 但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怎麼當眾講這個話 你如果我繼續不需要 你只是為了你的脈座 你要他錄 那就不對 但是因為我都不熟 我對那些人我都不熟 我只是在旁邊聽 然後過一陣子 我又過幾天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了 大概十幾天 好像是十幾天 有一天上到一個 踏踏米要脫鞋子的 那個一個場地去參觀 是 他走得比較快 所以他的鞋子 是放在第一層 我覺得那個 你的 有時候就是一個順勢這樣晃 所以大家 我們放的時候 都沒有覺得怎樣 但是有一個比較紅的隱形 也是林遠遠 就 就我們大家在後面的 在他圍著他就說 人家這個鞋子名貴 所以要放在第一層 我就想說 怎麼有這麼惡毒的畫這樣子 然後他每次 真醜 就是說他紅到 人家都覺得要排擠他 然後那有的 我們連銅都沒辦法 人家已經指了 怎麼追 所以呢 有一次上那個 這樣以後 第三四天 上那個遊覽車的時候 他一個人坐在 中間的那個靠章 我就去坐他旁邊 我就去跟他講話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人很樸實嘛 那我想請教一下天宇 就是說那小芬在片場 會有這種大牌的架勢嗎 完全沒有 像那個 像鄭大哥你剛剛講的 就是 你說有些大牌會在車上等 小芬姐姐 他一定就是第一個下去 然後還在還在那邊 幫大家開門 招呼大家說 你有沒有做得好啊 那樣子的人 他實在是太讓我訝異 就是說 因為他真的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超級巨星 要來要來演戲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嚴正以待的 不知道他會開出什麼樣的 這個規格要求 但他完全沒有 就是住的飯店 然後也沒有要比較大間 就是什麼東西 都是跟大家一樣 吃的是跟大家一樣的 他還常常 尤其他非常非常照顧別人 每一個就是完全從從我 導演攝影師什麼 全部到最小的自片助理 每一個就是都是 你能夠表白嗎 現在就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很訝異 而且更更 我們是沒有要照顧 沒有要照顧 就可以 但是他有聽到 他都抓了 而且他好可愛 是我們拍的時候 我覺得他像一個新人 他對我跟攝影師 一開始的時候 講話都很客氣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希望說 他可不可以怎麼樣 他都會這樣 戰戰兢兢的問我們 後來我就會笑出來 會覺得說 小芬姐 就是不用不用 你跟我們講話 就是平常這樣 看你怎麼樣 比較舒服就好了 結果他就說 那以前的導演跟攝影師 都很兇 我說沒有沒有 現在我們大家都像朋友一樣 一起來拍片工作這樣 好 小芬聽說 你在顧爸爸的時候 別人在 別人覺得你是看護 那是我直指 我直指因為騎摩托車 在學校 大家有買 他就跟著買 然後你也知道 學生一起 然後就在學校裡面 就那個撞到樹 然後昏迷指數只有三 然後就被送到陽明醫院 他是讀佛光大學在礁西 那昏迷指數三 一切都歸零 因為腦神經走斷裂 一切都歸零 記憶語言什麼什麼 都是歸零 然後醫生跟我們講說 該做的都做的 剩下就是你們要跟他喊話 所以在黃金時間裡面 就是每天早晚的那個 進出那個加護病房 我跑第一個進去 你怎樣 我喊到那個副理長 就說好了啦 旁邊還有人 大家要睡 因為你要把他喚醒 然後加護病房 就一個月從陽明醫院轉到北醫 北醫以後再轉到萬方 這幾個月都我在旁邊 包括回到家之後 前後有六個月 那我就因為習慣了 為什麼 我們比較有時間 然後照顧他 那他的爸爸媽媽 就讓他去工作 一個忙就好 我是這個心態 我也做得到 那我就每天必須要 他很高大 我們看護士找不到 不是我願意這麼要能幹 他就不來 看護不來 每天換那個尿布 然後推他要去曬太陽 推他去復健 都是這樣子爬上爬下 然後上騎乘車 有一天就推到萬方七樓 有一個空中花園 很多人都要推病人 去那邊曬太陽 就有兩個人在那邊打賭 然後後來跟我講 就這樣兩個人 我跟你講 我跟我朋友在打賭 說他說你是家人 我說你是看護 你告訴我 你是哪一家電話給你 他們就說 我說你們怎麼會這樣講 他就說因為看護 有看護的一些習慣動作 我看得出來 但是家人的照顧 那個神韻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是覺得想說 如果你是看護的話 你告訴我你是哪一家 因為對病人的照顧 其實就是要有一個新的愛 那個愛上發出來 是無形的能量 是可以很快的療癒對方 你看我現在辭職 我很高興 他完全都很好 那醫生 現在都很好 醫生說好的很奇蹟 比原來的好 還好的時間縮短 你問他那個腦神經走斷裂 是最怕是後遺疹就是遲緩 還有記憶 他完全沒有 那兩個在補的 你不要怎麼回答 沒有啦 我就笑一笑 我就說 我說我不是看護 那就是說對家人 他說真的看起來就是不一樣 我就說與人的關心 戶外每一個小動作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到底有沒有愛這個人 就像我們在拍戲 每一場戲 每一個動作 你有沒有投入 你不要說今天很重要 一場戲再進入狀況 那其他 比如說過場戲 你就 那是不OK的 都要進入狀況 全部從頭到尾 都要貫穿 然後我對他就是等於是像我 所以他的療癒是無形中 我們現在講到就是一種能量的傳達 確實是可以轉換的 那我用我身體很健康的能量 去轉換他 那我必須要常常去接近 大自然去修復 好了之後再把它轉換 你說在你最紅的時候 你曾經想要回去你的老家 過平淡的日子 我那個時候 就是覺得 因為我跟這個環境 有點負荷不了 第一個 我不善於我很能做的東西 然後我常常要吃雅巴虧 哏在這裡 然後我又加上長期的那個 這邊有說雅巴虧 也就是說很多不當的那個 就是你就無法去抗拒 跟去解釋 因為我不是很會講 你可以去累積我的經歷 我有沒有跟任何一個人 去炒貨架在媒體都沒有 但不但我沒有事情發生 那我就覺得生命的這樣子 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我本來就也沒有說 一定要拍戲 每一次我跟導演來聊天說 我常常就說我拍完戲 我都不要拍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一直拍 現在又跑出一個辦事公休 他真的讓我難以抗拒 我無法拒絕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後來又拍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 又去得一個獎 我就覺得當然要很感謝導演 電影圈其實雖然你已經那麼紅了 其實你沒有很適應 我真的沒有辦法適應 第一個他的作息 然後他讓我長期的沒有辦法呼吸 就悶了 那整個壓力 壓到我真的是那陣子 我真的身體出狀況 就是給國泰醫院那個醫生講 他就是現在的就是交感神力 交感神經 治律神經次條 那那個再下去就出很多狀況 後來為什麼我會進入能量的領域 就是說從這裡 在生病前奏的一些訊息 我都知道 然後來調整 第一個你要從情緒 你的生活起居 飲食各方面來調整你自己的身體的 整個內在的內分泌 還有交感 副交感的平衡 你才不會得到一些精神疾病的狀態 我覺得那陣子就是有出一些 就是我無法抗拒的那種 比如說像我現在看電燈 我現在都很正常 我的眼壓高到就是說 我會出現很多很多的彩虹 就是眼壓很高 然後會心悸 我必須要 我也有看過台大的心臟科醫生 朱樹勳 朱醫師也心臟科全文 對對對 我記一記我就跟他講 我心臟病 我心臟病 他告訴我 宵夜有心臟病 我們先照二十光 第二天你來的再說 結果進去他就說你沒有心臟病 你的 怎麼說呢 有心臟沒有拿給你看 心臟這麼大很肥 你這麼小 這麼可愛 你沒有心臟病 我就不能呼吸說 以前有一個人跟你一模一樣的 我說是誰啊 一個叫做林黛玉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